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和我一起玩玩具 今天呢,我是想要给大家介绍这个非常有意思的裴乐多迪士尼土豆先生的这么一个造型 然后这个土豆先生呢,相信大家应该也不陌生 你们有没有记得在玩具总动员当中有这么一个土豆先生 然后在那玩具总动员当中呢,他几乎把他所有的一些眼睛啊,耳朵啊,鼻子啊,嘴巴啊 都在玩游戏当中给玩动画片当中掉掉了 然后今天呢,我们是用裴乐多的粘土给我们的土豆先生安装上 或者是让他重新生长出来他的头发,他的胡子和他的嘴巴 然后具体是怎么样生长出来的呢 我们现在把这个玩具拆箱给大家 然后让大家更好的清楚的了解到他是怎么样长头发的 然后在这个包装旁边呢,有附赠一盒这样的一个裴乐多的一个粘土 我们先把这个裴乐多的,不对,先把这个玩具呢拆开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我们的土豆先生的一个造型 然后是一个长霸的一个造型 下面呢是一个按压器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这个大红色的就是一个按压器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抽出来 然后在这个蓝色的盒子里呢是可以装上我们的裴乐多的粘土 这样呢通过按压器我们的粘土呢就会往上挤 直到把,嗯,挤出我们土豆先生的头发 胡子和嘴巴,然后这是我们附赠的一盒 一小盒的裴乐多的粘土 嗯,我估计没错吧,应该是一个紫色的 对,啊,对,没错是一个紫色的 我们把它拿出来看一下 感觉呢它手感已经有点干燥了 而且比较硬 在揉捏的过程当中呢,嗯,有的时候会掉一些粉末下来 就说明这个裴乐多的粘土呢,嗯,在这个盒子里呢 已经放了很多的时间,然后已经有点变干了 嗯,这里真的是会掉很多的粉,粉末状出来 就说明它有一点太风干了一些 我们在用我们陪了多的粘土的时候呢,小朋友们也一定要注意 就是你用完了粘土之后呢,一定要记住要盖盐 把我们的粘土呢,一定要盖牢 牢牢的盖进它原来的那个盒子里 否则的话呢,你们的粘土呢,也会像这里这个粘土这样呢 也会变得干,然后就是不是特别容易上手 不是像之前那么软,然后比较好玩了 然后我们先把一小块的粘土呢 放进我们的蓝色的这个模具当中 然后用我们红色的长长的按压棒 然后把我们的粘土呢,从蓝色的模具当中按压出来 然后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土豆先生的舌头是已经做出来了 然后长了一些些的小头发 然后它的小头发呢,是有一点点比较搞笑的 嗯,因为这个粘土呢,它是放了挺久的 所以呢,我在想是要再拿另外一个我们自己的粘土来试一下它 能不能做的比较方便,然后给大家一个更好的一个直观的一个感受 好了,现在我拿过了一款粘土 然后这个粘土呢,是跟我们原来的赔了多的粘土呢,是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然后这个颜色呢,也是紫色 然后呢,我们把它拿出来 然后感觉呢,它是明显的就很软 然后我们先拿一小块放在里面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橡皮泥,也就是我们的粘土 放进我们的紫色的,不得蓝色的这个桶子里面 然后向上按压 然后呢,是不是可以看到,很有趣 然后它的头发呢,就马上就长出来了 然后它的胡子,然后它的舌头都是紫色的 真的是非常的好玩,非常有趣的一个模型 然后我觉得这个模型呢,也是特别的好玩 如果你们做完了之后呢,可以给自己的模型呢,拍一张照 然后po到网上啊,或者是直接在Facebook上,Twitter上 或者Instagram上,Twitter给我们 然后我在这里呢,是想用别的颜色的粘土 分别给我的土豆先生做一个不同颜色的一个造型 然后给他拍一些照 看,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土黄色的 土黄色的和我们的土豆先生的这个脸部的颜色呢 也是非常的搭配 是不是很有趣 在这里呢,我又想换一个颜色 现在我换的是这种西瓜红 或者是一种大红色,比较嫩的大红色 然后呢,把它按压出来 哈哈 这里呢,我们的土豆先生的舌头呢,就是非常的长 然后它的胡子呢,还沾了一些之前我们做出来的粘土的颜色 然后我觉得这个土豆先生特别的可爱 然后我决定想把它拍下来 然后放在我的Instagram上的主页上 这就是我们今天想要带给大家的视频 希望你们喜欢,如果你喜欢的话呢 也欢迎你能给我们给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也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留言给我们留下你更多更好的意见与建议 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的话呢,你就能实时收看到我们的最新的视频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